观众朋友 泳民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直播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我们在山东青岛国庆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 为大家带来的2021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及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的选拔赛 今天是进入到了本次比赛的第六个比赛日 今天上午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半决赛和决赛的赛事直播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游泳项目的世界冠军吴鹏指导 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早间的比赛 吴指导您好 汪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还是先为大家介绍5月5号今天的上午会为大家带来的竞赛项目 首先要进行的是男子800米自由泳的决赛 接着是男子200米挖泳决赛 女子100米自由泳半决赛 男子200米洋泳半决赛 女子200米蝶泳决赛 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 女子200米挖泳半决赛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半决赛 以及最后一个单项 女子4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 赵丽还是请吴指导为我们来前瞻一下今天上午的比赛看点 今天上午也是开赛以来单场比赛项目最多的一场 有九个单项五个决赛四个半决赛 那么今天晚上今天上午的这个决赛呢 其实我认为还是很精彩的 这个而且大家熟知的一系列的这个名将都会在今天有登场 是一个这个群星闪耀的一个上午 首先进行的就是男子800米自由泳 昨天在预赛的前天在预赛的过程中 三冬号杀的成龙也是达到了A标 在预赛当中 所以今天也很期待看看在决赛当中能不能再有所提高 好我们看参加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的运动员已经登场 刚刚大家通过电视转播画面看到的是一道的张紫阳 是本次比赛400米自由泳的冠军 是的 目前大家看到通过电视画面看到的是秋子奥来自上海好沙 预赛的成绩是8分4秒45 二道孟瑞来自山东好沙 预赛成绩为8分4秒30 六道名将基辛杰预赛成绩为8分2秒90 三道来自山东好沙的胡佳 预赛成绩为8分1秒38 五道也是一位自由泳好手来自浙江队的费力伟 8分01秒15的预赛成绩 四道就是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在前天晚间的预赛当中啊 破了A标的成绩 成龙来自山东好沙 预赛成绩7分54秒02 男子800字的决赛当中啊 有四位选手啊半壁江山都是来自山东好沙 是的 那今天上午这个决赛 应该说我认为金正还是会比预赛中或者是预赛成绩显示的激烈很多 包括像一道的张紫阳 我认为在预赛中他还是有所保留 因为以他的实力 不应该是排在编道 也许是一些战术的安排在我看来 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一些中长距离的项目的时候 也说到编道 如果说你先发振冲出去 可能别人不太看得到也不太跟得住 所以这个我认为今天在决赛当中啊 成龙可能想要夺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好选手出发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亚洲纪录以及全国纪录啊 都是由我国名将张林保持的 在2009年的罗马市井赛上创造的7分32秒12的成绩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世界非常难以撼动的纪录 刚才无知道也给大家介绍了 在编道出发的张紫阳 包括季辛杰也都不是这个很居中比赛的选手啊 但是他们在编道可能能减少一些干扰 那种人也会游出好的成绩 但是确实在应该是前天晚上的预赛当中啊 这个成龙的那个成绩还应该也是这一些年 这个项目中国男性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成绩 今天上来第一项就是男子800米自由 选手们 其实在中场距离上调动应该会比短距离要好 要好做一些 在游程过程中啊还是可以在不断的调整自己 男子的800米自由泳和女子1500米自由泳一样啊 是东京奥运会新增的两个个人单项之一 您看这个800字和1500字都是这个中长距离 长距离的项目 那他们在对选手指标的考量以及对选手的要求啊 还有这个竞赛单项的存在的意义和但您觉得是会考量的哪些不同的 大致是一致的 800字也有400字的选手奸向啊 就是但是大部分的800字的选手啊都会参加1500米自由泳的争夺啊 所以在训练上啊在整个项目的这个特点上啊几乎是一致的 那在游程过程中呢800字和1500字会在体能极限或者各方面的考考验点上会有哪些不一样吗 首先按百分比来说可能都是在中后层可能在百分之六七十的完成度之后啊 会有一个体能那些极点 那么相对来说800字呢可能整一个滑平节奏啊 包括打腿的这个呃积极性会比1500要更主动一些啊 那么1500呃可能在中间有差不多四五百的距离啊 它是一个完全匀速的一个状态 但是800米呢就呃可能每200做一个切分 它是有独立的这种呃战术的一些安排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比赛前两百成龙呃 呃没有没有先发力啊 先是一个跟随 但是200一过啊 就是从第三百开始啊 就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速啊 呃所以呃像旁边的菲利维包括季纯杰啊 也没有跟上这个速度嗯 但是我认为今天如果说其他选手呃呃 呃想要对成龙呃 造成一些冲击 那么在这个阶段 就不能再被拉开了 赛程已经过半了 但是现在跟的还可以 就是这个差距还是可以追的 就像您之前给大家也是介绍过 在一千五 我们当时讨论过 是不是在比赛中有放空的机会 有看一看的机会 您说过一千五还是有这个机会 但是八百的节奏还是不可以 现在成龙已经在 一点一点的扩大优势 是的 不断的在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五百五十米 还有两百五十米 确实从预赛的表现来看 成龙在所有的选手当中 实力是应该已经到那个位置了 就是 打了一标 而且比预赛第二名还是要 快很大一块 所以从今天的这个决赛表现来看 也是印证了这一点 嗯 七百了 即将进入最后一个100米的冲刺 决赛的成绩如果照这个 节奏来下去的话应该不会好过预赛 对 预赛是成龙是七分五十四秒零二 成龙的打腿已经把速度完全加起来了 来最后冲一下 差不多 游了七分五十五秒四三 比预赛成绩稍慢一些 当然其他选手啊 包括现在第二和第三道边的基辛杰和张紫阳的成绩 都是好于他们的预赛表现 成龙和基辛杰游进了八分 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啊 或者第三位第三名的是张紫阳 不知道怎么看今天上午八百米选手们的表现 还有游出的成绩 应该说 这个从成龙的表现来说 还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 包括前两百他并没有急于发力啊 今天肯定是想着要确保 以夺冠为目的 因为昨天前天已经达了A标了 那么前两百也是跟随着游啊 从第三百开始加速 而且越游越快越游越快不断地扩大领先优势 那么基辛杰和张紫阳啊 分列二三位 那么应该说也表现出 他们在这个阶段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水平啊 那么可能现在在中长距离 整个训练上面啊 他们可能更多的把精力放在 相对于是中短距离二百四百啊 所以像八百一千五的话 应该是比自己最好的一个成绩 还是有所退步的 都没有游进八分嘛 都是八分多 所以这个按照这样的情况看的话 可能一千五百米的话 应该还是成龙 所以要恭喜成龙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第二项决赛 男子二百米蛙用决赛的出场名单 一道来自湖南号砂的黄潮生 在半决赛当中游出的成绩是 两分十五秒一九 七道张瑞萱来自湖北号砂 半决赛成绩为两分十四秒六六 二道秦海洋上海号砂 二道来自上海号砂的名将秦海洋 两分十四秒六二的半决赛成绩 六道秋天往高中 六道来自广东的秋天 两分十四秒四六的半决赛成绩 三道于宗达湖北号砂 三道于宗达湖北号砂 半决赛成绩为两分十三秒九九 五道深潮河南周克 五道深潮河南周克 半决赛成绩为两分十三秒九六 四道岩子贝土北号砂 四道名将岩子贝互被号砂 半决赛成绩为两分十二秒四四 在昨天进行的男子二百挖的半决赛当中 秦海洋还是有所保留的 所以今天也是在二道来出发 岩子贝是半决赛游出了第一的成绩 从实力上看呢 这个项目秦海洋的实力还是会稍稍好一些 但是从整个比赛 这次比赛的一个状态表现来说 岩子贝的整一个状态表现 还是比秦海洋会略高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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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百 你看前海洋这个速度加的还是比较快的 是的 这个跟半决赛的游法就是完全不一样 前程就领先了 当然这只是在比较当中的我们的一个体验 严子贝在半决赛的印象当中也是前一百游的非常快 今天他应该也不错 但是因为前海洋这个更突出一些 他现在是前一百排在第二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转身前的成绩 最后三十五 是 这是下面的世界纪录是由俄罗斯的选手秋布科夫保持的两分零六秒一二 我们看到严子贝冲的很猛 这个秦海洋掉的有点厉害 还有最后十五十五米 好 现在严子贝已经反超了秦海洋 看下道边的技术 对 道边 请 严子贝 两分十秒八零 秦海洋是输了0.36秒 秦海洋是输了0.36秒 哦 男子二百八的奥运A标成绩是2分10秒35 嗯 差一点 是的 这个 虽然严子贝获得了冠军 但是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一般 包括秦海洋2分11秒16 跟他保持的2分7秒35的这个全国记录有将近四秒的差距 上一战 男子二百八 秦海洋的夺冠成绩是2分09秒95 嗯 呃 严子贝的 当时获得第二名的成绩是2分10秒39 秦海洋今天确实 前程 呃 游着还是有点有点急啊 整个动作也很紧 可能跟他这次整一体的这个身体的感觉状态还是有点关系 因为在赛前我刚才也讲了 从这次整一个比赛的感觉来说 呃 严子贝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嗯 今天比赛的节奏还是比较紧凑啊 嗯 下面叫进行的是女子100米自由泳的半决赛 来看一下半决赛的出场名单 邱玉涵来自辽宁好沙 预赛成绩55秒41 七道是陈欣怡来自上海好沙 预赛成绩55秒33 二道来自湖北好沙的爱眼寒 她的预赛成绩为55秒28 六道河北太华的刘子玄 预赛游出了55秒25的成绩 三道李兵杰李兵杰在这次比赛当中啊表现也是比较出色的 女子400米自由泳夺得了冠军 1500米的比赛当中获得亚军 她的成绩为55秒04预赛成绩 六道刘子玄 河北太华预赛成绩55秒25 四道的成郁杰是来自江西好沙 54秒44的预赛成绩 刚才为大家带到的是五道的吴清风来自浙江 预赛成绩为54秒53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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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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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山东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早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个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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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道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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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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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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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二道 李宗盛 二道 李宗盛 李宗盛 五道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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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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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